再一張喔 大家比個頁好不好 3 2 1 耶 好 和參加贏隊的小朋友開心合照 前總統馬英九卸任後 和學生互動不少 不是到大學演講談兩岸國際 就是到國中小推廣中華文化 一開始還很認真教學生認字 中間一講到推廣正體字之後 馬英九就滔滔不絕 講自己任內推廣的過程 提到的人名可能連小朋友都沒有聽過 馬英九看到台下反應 沒有一開始那麼熱烈 講完後還自嘲一番 劉兆玄前院長 他主持的中華文化總會 在過去八年當中 已經照我的證件編出一套 常用中華詞典 他收了一共多少字呢 漢字其實比一般的漢字還多 他收了一萬兩千字 詞條的話超過十萬條 這個詞典就有五千葉之多 我們從這個民國九十七年二零零八年開放陸客到台灣來累積下來的人數啊 人數已經超過一千五百萬人了沒有一位陸客抱怨他看不懂這裡的中文字 沒有一位 因為很快很快的就學會了 相反呢我們有些人看到簡化字的時候啊 倒有點困難到大陸剛開始 不過都很快啊 一下子就可以解決了 所以這個兩岸的這個文字問題啊 自從編了這一套 中華常用大詞典之後呢 問題應該可以說越來越小 我知道我講了半天 小朋友都沒聽懂啊 沒有關係 留下記錄 以後你慢慢就懂了 我不是說吧 真的會不會聽到 我會聽到 我會聽到